估计到了世界上几个大锅玩登月都玩腻了的时候 超霸才有可能稍微降降温 万表流行力 天书记得气 今天我们讲讲欧米加超霸阿波罗8号月之暗面 就这款 黑色陶瓷表壳 陶瓷表壳有很多种 这种是单体陶瓷表壳 而且外观上还做了高级打磨 你想想 在金属表壳上常用的复合打磨 比如说拉斯和泡光 在这表壳上都有 不过要知道陶瓷的硬度是刚的几乎一倍 打磨难度可想而知 这款表的欣赏点有这么几款 一个是不对称表壳 这个不对称表壳 在汽车上有没有对应的车型 比如说mini的Clubman 一边车门是一个 一边车门是两个 还有就是历史上更悠久的一个叫雷诺4 雷诺4是一个很传奇的车型 有后扭力梁 横置扭力梁 前后排列 左右轴距不等长 再加上横置的减震器 为独立悬挂同住空间的同时 还确保了车内空间 不视为一代神车 您这是说车难受说表的 哦哦有点跑题了 军用级甚至是航天级的应用上 对设计是最挑剔的 欧米加超霸这种不对称表壳设计 让表壳同时充当了 即时按钮和表冠的护桥 而视觉上呢 又有一种不俗的美感 很多军用品都携带这种功能美感 这个是男人在消费 尤其是男人在买表的时候特别在意的 某个美军的制式手表也用这种设计 不过毕竟打仗不是桌游 设计不好会掉头 咱们说是机芯 机芯主家版雕刻成月球表面机理 这个在业界也并不多见 虽说高级制表讲究手工打磨 但量产表最主流的做法是用机器提高完工度 有时候可以打倒甚至超越手工打磨 但在家版上做出月球表面机理 一般的机器也难做 欧米加使用了激光石刻技术 通过精准的控制 精密的复刻了月球表面的地形地貌 至于说复刻的准不准 这个不好说 因为这款表叫月之暗面 同轴勤纵高精度机芯3869 欧米加超霸最早使用的机芯是321 后来是861 1861 1863 大多数月球表都用的是这个机芯 动力是48小时 3869是从3861来的 3861与1861相比 更薄更精密 240多零件 而且至少多了8个红宝石周程 更精密更高品质 3861机芯的月球表是首款能停秒调食的月球表 无卡度 关于卡度与无卡度 我们在讲欧米加 Super Racing那期有比较全面的解释 你可以过去看看 另外3861机芯还达到了制真天文台 制真天文台意味着什么呢 这么说吧 天文台的精度标准是每天误差在-4到-6秒 而欧米加通过Metas认证的制真天文台标准 在15000高斯的磁场下 每日精度介于0秒到5秒之间 那没有磁场呢 没有磁场 创造磁场也要上 没磁场也是0到正5秒之间 防磁15000高斯是Metas认证的前提条件 3869机芯就是从3861机芯来的 这个尾号9可能意味着欧米加首创的激光石刻月球表面基底工艺 表盘99中位置的小秒针是土星5号火箭模型 用的是激光车席石刻黑化工艺 表备刻字 阿波罗8号1968年12月月之暗面 咱们在另一边见 同轴勤众至真天文台 这个看似低调这句话 will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 包含着人类的探索精神 是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 人类历史上有无数个长寿的产品线 这些产品不一定是最先进的 因为如果比的是先进 就会不断被迭代 而只有最经典的设计 最靠得住的品质和不断进化的性能 才是一个产品长生不衰的本质 欧米加超霸月球表月之暗面 想象一下下一代会是什么样 想不出来 或许拿这块阿波罗8号品一下会有帮助 咱们上手试带一下 开放式表盘和表备 让你尽情欣赏3869机芯的新影工艺 因为是手动机芯 加上与3861同款的3869机芯 比上一代机芯还要薄 看上去不失精致 以前我们讲现样体容貌的时候提到 欧米加超霸的表壳设计 在控制现样体容貌方面 做的是相当不错的 即时机芯必然厚 但如何拿捏侧面的造型 能看出设计者的内在功力 复合感膜形成的横向线条 进一步让侧面厚度显薄 总之全世界又要来一波登月的操作了 作为阿波罗包号 跟其他月球表一样 吸引着表迷的目光 原汁原味而又不断精进的机芯 永远给月球表的表迷带来惊喜 估计到了世界上几个大国玩登月 都玩腻了的时候 超霸才有可能稍微降降门 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 44.25毫米的表壳 在月球表里算是大马的了 听起来是很大 但是因为它是黑色的表壳 有收缩感 所以戴起来也并不显得很大 毕竟是陶瓷表壳 决定了这款表的体量 不过月球表表迷中 有不少人出于种种原因 对大表是跃跃欲试 阿波罗8号也算是满足了 这部分需求吧 装配3861机芯的钢表和金表尺寸中 有42毫米这个重规重矩的尺寸 而这款属于神秘而未知的月之暗面 欧米加超霸阿波罗8号就先讲到这儿 你喜欢吗 哪个地方说的不对 或者哪个地方没说清楚的 欢迎跟我们互动起来 谢谢你 下期见